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动作 角色性格和人物外观 现在距离6月11日的E3 2019也没有几天了 届时我们将能获得更多的狗3相关消息 沙漠3再次宣布飘飘 沙漠3原定在今年的8月27日发售 正式登陆PS4和PC平台 不过在最近的官方声明中 发行商深吟和开发商艺术网络共同表示 游戏将延期至今年的11月19日发售 原因则是游戏正式结束制作之前呢 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细节 来保证提供更高质量的沙漠3游戏体验 从2017年跳票到2018年下半年 又从2018年下半年跳票到19年的8月 现在又从8月跳到了11月 感觉11月19日也并不是这场割剧战的终点 从目前的实际演示来看 制作组呢应该还将继续的割下去 甚至跳票到明年也不奇怪 不过换个角度想一想 沙漠311月发布也算是自寻死路 不过游戏真的要在11月发售 那可真的是要和小岛秀夫的追星作品 死亡搁浅正面刚一刚吗 假死工作室旗下的两款特别好评 独立游戏在今天开启了新一轮的史迪加促销 地域边境平史第5元 Inside新史第24元 两款游戏的捆绑包子可以再节省3元 折扣幅度高达75% 只需花费26元 两款游戏呢 都是非常值得一玩的精品独立游戏 地域边境的操作更难一些 Inside的具体呢 则更耐人寻味一些 由于是每日特会 活动时间非常短 到6月6日凌晨一点就结束了 所以喜欢的小伙伴就看准时间 快快入手吧 由前鬼气制作人员打造的 快节奏动作游戏 突击间谍迎来了新史迪折扣 售价为45元 在突击间谍游戏中 玩家将扮演看似是企业精英的秘密特工 类与自己的同事阿梅利亚 一起潜入尼加波特公司 来驱逐恐怖分子 并夺回公司的控制权 游戏虽然没有十分出色的主线剧情 但是战斗系统和动作设计呢 是真的满分 这就和吃书不乱凑剧情的鬼气舞一样 剧情什么的完全不重要 反正打起来爽就完哨了 现在游戏中的两名主角 拥有各自独特的战斗方式和专属技能 玩家也可以在两名特工之间自由的切换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 本作暂未推出游戏的简体中文版本 狼语香辛料VR 现已在SIM上发售 国际定价80元 现在首发促销 售价72元 可能对于更熟悉古奥天和金木炎的00后来说 狼语香辛料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但是对于只看过活影死神和海贼这些民工漫的老一代人来说 狼语香辛料就是寿尔娘的鼻祖 更是当今二次元的经济学著作 原因就是本作VR版的狼语香辛料 在2018年年底众筹的时候 在双平台共众筹了4000多万人员 约合250万人民币 这足以见得狼语香辛料的粉丝基础和吸金能力 现在游戏已经正式推出 即使没有VR设备的玩家也可以在非VR模式中欣赏一个会动的赫罗 所以想要抱走赫罗老婆的小伙伴就快快出手吧 黎明杀鸡制作组的新作 七战花园黄金收割 现已在SIM推出抢先体验版本 其实七战花园并不是第一次推出 早前的名字是死亡花园 但是由于bug太多 被行为数字公司拿回去回炉重作了 现在推出的抢先体验版本可以算是死亡花园的改良版 名字也从死亡花园正式改名为了 七战花园黄金收割 这款游戏的玩法概括的说 就是枪战版的黎明杀鸡 几位拾荒者就需要躲避无情猎人的追杀 并逃出这所七战花园 目前七战花园的售价是33元 黎明杀鸡和七战花园的捆绑包售价80元 如果大家账户里有杀鸡的话 比较建议购入捆绑包 这样就能以23元的价格来购入七战花园游戏本体 扫描屏幕下方拿维码 访问YCCG 售卖高折扣CDK的 七九折国区礼物的淘宝店和微信小程序 另外 我们的淘宝店由于不小心上架了 新售游戏 便不扣分 被限制访问两周时间 我们下期